大家好,今天是炳老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汉字呢 是这个炳 加一炳丁 在天干地质里面 它是天干里面的第三位 东方是加一摩 赖方是炳丁火 在教法文里面 炳这个字它是这样子写 虽然写法有好多种打动小意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关于这个字 它的取向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说法不一 有好多人认为呢 冰这个字是古代的那个吹句 鱼 它底下的这个架 有的人认为呢 这是像一个鱼的尾巴 今天划的尾巴 那个头和肾没有划出来 也有的人认为呢 像古代时期同大伦的腰手柄 也有的人认为这是什么呢 这是古代的一种造具 造台 造台里面有火 所以这个饼就代表火 为什么会假接到 天盖里面的第三位 到某些位置还没搞清楚 谁的这个字 它的取向 原来是代表什么 也从什么物件当中引编过来的 说法会议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不同文集的写方 来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灌文里面 它的写方变化不是太大 这是一个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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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呢 写的这样 这个地方长长短短的 写的这样 军文的写 它的变化也并不是太大 商朝时期的很多文字 他都喜欢写快面 丙这个字 他也写成了一个快面 这就是商朝时期的一块写法 在商朝时期呢 还有一块写法 它这个写法呢 没写快面 它现在这样 这是商朝的第二块写法 到周遥早期的写法 成熟加过的那种写法 这是周遥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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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到春遥的时候 发现了变化 它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的 写成这样的 无形的 当中呢 它写了一个火 写成这样一个星期 小砖呢 它写成这样的 它写成这样的 小砖呢 小砖呢 它就写成这样的 小砖呢 它写成这样的 小砖呢 上面出了个头 再加了一横 立书的写 朝圈背里面 它就写成这样子 这是朝圈背的写法 开书呢 就是用小砖 硬变够的 就写成这样 写这个字 它的原意不明 又有好多说法 现在这种使用的 刚才就是说了 作为天干 底线尾 这个作为地赛 这样一个代称 其他地方 用的不是很多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 写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